小戴真的很享受这次市井赛之旅啊 你看看 这回首背身反抽都来了 作为他退役前的最后一次市井赛 他依然保持着那一份从容与淡定 李美妙现在的世界盘植是第12位 戴金是第4位 两个人的此前一共是交手多了4次 但是最近的一次交手都是2020年的总卓赛小组赛 当时李美妙12比0取胜 一开始 还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先礼貌性 送对手一些分数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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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5比5的 有点可以 我求质量稍微差一点 给他一点点这个可以测动的空间 然后是这直线P杀 直线比分反超 我往前不断地让 李美妙下腰了 再起来再下腰了 李美妙也是过国杀赶机 漂亮 但在进攻大师面前 他还是不够犀利的 小戴顺势一步5比1 建立起四分优势 自此之后 他的彻底放松心情 享受旅球的快乐 毕竟面对李美妙这样攻抢首多的对手 他不许花太多的心情 去琢磨比赛侧面 去顾及太多东西 他现在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 这俩都有点 就是如何陷入赛程的安排 只要我想打贵有多少 该打就打的那种 比较敢打 利用这些强大的对手 帮助自己 调整到最佳的比赛竞技状态 所以 他真不怕自己的失误 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保持助对对手的压制 然后 攻击自己想要的进攻节奏 我确实感觉到目前为止 他今天的手段比起带进来 还是稍差一点 主动失误偏多 所以 这场比赛 你不会一下看到 特别压倒性的东西 也没有必要 一上来就紧张兮兮 给这手下死守 这样的比赛场面 你过多过少 会觉得 小戴有那么一点随意 这是戴自己的球风 杀手奖之一啊 好 那就算如此 小戴还是没有让伊斯一百出现 他真是戴自己的杀手奖之一啊 好 那就算如此 下来下腰跑一下 下腰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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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担吧 今天这位发球财产 真的是在我们这两天的直播过程当中 判发球唯一判得最多的一位 顶多听 下腰跑了 一会儿 起 下腰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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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装复也比较近 让小代轻松21比18 进取第一局 哎呀 这球可惜了 点拿的很低 但还是想推出一定的速度 进入自局 还是那个节奏 那个味道 还好吧 现在应该运能走 在这 但与上一局不同的地方 小代速度稍稍加快了一点 然后继续各种角度 各个姿势手法的尝试 这第二局打到现在都不用打 关键分析 两个人就开始比失误了 但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李美妙似乎也同样被带在沟里去 双方触送一波失误 这就是李美妙怕的东西 你抓力打他 他其实还好 但你要让他上 他就是比较满 被粉丝 看看您能不能抽到 难不成 他们真不把这比赛当回事 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为戴斯盈很明确 特别是这样的超级大赛 后面的对手会越来越强 过了李美妙这一关 接下来的对手 就是马林 稍微失误多了 但比赛 多赢了西班牙天后 那么半决赛的对手 会是三个一切 通常戴斯盈给比赛 虽然有失误 但是对着给的比赛 觉得收很多 这样戴斯盈给赛 进入到第二局的界限 最后的决赛的大敌 极有可能就是 最近一段时间 总是死死克制着 他的安息赢 所以 比赛过程就变得尤为关键了 如何利用好这样的赛程 尽量避免自己过度劳累 减少伤病的同时 也需要琢磨好 如何去让自己 一点点进入最强模式 但是你现在有机会进攻 就盯着这个李美妙的正手去打 李美妙好像正手接杀的 摆托能力还是显得弱了一点 所以徐序渐进 就变得尤为关键 李美妙的身高是1.7 可以打 嗯 那是挺喜欢的 其实泰国队整体正手 抓球都抓得比较凶 反观李美妙并非不进去 实在是对手太无体样 只要他想合分的时候 泰国二姐总是无法拂止 也是封和王子维的第一局比赛 王子维是21比15 而自己呢 本来就是抱着薄杀的姿态 取拼 所以越是关键时候 就越难免会紧张 就越容易犯作失误 所以你就出现了现在的状况 小戴保持着压制 完成状态魔力同时 也一直把比赛节奏控制在自己手里 太犹豫了 今天两个人都是在底线的判断上 特别的犹豫 其实有的时候 特别挺在追分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坚决一点 就别放了 给大家展示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名时 在最后该收官的时候 他也没有半点手转 在最后放入菜式 这场戴自影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